繼續來看 今天是五月二十 總統執政萬三十年 總統再起來調校三年優勝 臺灣進步 關鍵日的記者會 向大家報告執政三年的成果 以及對臺灣未來的目標 總統在五日空 就這三十年這天 向國前報告三年來升職 請大家要有耐心 會看到這些的成果 我要請問 在美中貿易戰的風險下 臺灣憑什麼可以生存 因為美中貿易大戰 MIT 也就是Made in Taiwan 重新成為熱門的關鍵字 這就是下一個階段的國家總目標 我們不只是要再一次擦亮MIT的招牌 更要在原來的基礎上 創造一個MIT upgrade 讓臺灣製造不再只是零組建 代工 而是共同打造一個人工智慧 綠能 高科技 所有未來人類最好的生產 跟生活的新經濟典伴 我們要在下一個禁忌 基盤是當臺灣普蘭會 讓全世界朋友都看到 總統也提出三年優勝 臺灣進步 我要請問 我們有什麼理由 對他沒有信心 我們有什麼理由 要把他拱手讓給別人 沒有錯 對岸的中國很強大 一國兩制喊得很大聲 但是我們要有自信的 更大聲的說 我們只有一個國家 就是中華民國臺灣 在這前三十年 這天創總統共調 可以領導這個國家 是一生最大的招牌